妈 您来了 打你那么多电话 怎么不回啊 医院忙 不太方便 孩子要是有事情呢 也不方便 你们可以给我发微信啊 这菜都放了一整天了 都有味道了 你准备给谁吃啊 这我吃 我放冰箱里 你别放冰箱里面 我买了营养品放在冷藏 这样会串味儿的 妈 您别动 我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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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洗 厨房的地这么脏 也不知道擦一下 那水池子里面堆了那么多的碗 也不知道洗 客厅里面乱七八糟的 也不收拾一下 厕所里面一大堆的衣服 等谁洗啊 那肯定我洗啊 我是准备下班回来才干的 我以为你要等到焦蕊生完了孩子再洗 焦蕊体寒 不能喝凉的 你看上一次 你看上一次 大一了吧 小明你是医生 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你应该很明白的 你得上点心意 是啊 最近焦蕊反应有点大 不过他很快就能好 是生理反应大还是心理反应大 妈 焦蕊 你 他挺需要你的 那我不是来了吗 本来我跟朋友说好的呀 我要去冰岛旅游 飞机票 酒店不全都退了吗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情绪呢 小明 你真能买 对 啊 好 对 我跟朋友说交通